在您关心的是昨天晚间七点左右 在捷运台北站往南港的第三月台 有一名二十多岁的男子竟然是持刀乱砍 而搭捷运的民众是纷纷四散逃命 而当时这个警方是立刻将这名男子给压制在地上 而目击者说当时是有人听到有人大喊说有人砍人了 而就看到这名男子拿着刀子冲出来 大家是四散逃跑 还好警察感到将他压制了 而初不了解这名男子是觉得 他说这个搭捷运的民众实在是太吵了 才会想要拿刀砍人 疑似是这个精神状况不佳 而是不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还要再做进一步的鉴定 所幸这起意外并没有造成民众受伤